我跟你说都说江南女子柔美 我没有 可是我见了几个江南女子 我觉得怎么都是挺阳刚的 就是都是那种冲冲打打的 上海女生没有温柔 那就怎么温柔的 我都吸引不到 不是上海女生不是走温柔路线 说嗲呀什么 我一个都没碰到 山西的时候 那为什么把你扔半路上 因为我需要赶时间 虽然我是到正规的那种 就是中巴车客运站 就客运站去坐的 但他那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底 他沿路就是拉客 然后甚至他们那个车的司机 就是夫妻搭档嘛 他们甚至在半路上买山河 就买核套 司机去买核套 然后我就在那边等 结果一个半小时没有开出凌坟 没有开出凌坟 那我到另外一个点 然后再换车到庆园去看手工纸 我时间就来不及 然后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 因为我脾气有点大 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 结果那个司机说 来我教你半路怎么拦车 我就怎么拦车 因为我人生地不熟嘛 他们就在那对面按喇叭 对面有一辆庆园的车 他把它按停 按停了以后 那因为你知道车子有速度的 他听到他喇叭声 在踩刹车的话 出去了几百米 山西地区国道上 什么车最多 运煤的车最多 对不对 然后又是傍晚 山都 就天都暗了 然后那天我背了一个六十升的大背包 然后手上跨着一个绿色小包 六十升 然后手上跨了一个小背包 脖子上套了个相机 就是连笨带跑的就往那辆车冲过去 然后我听到那个压车的人说 没有人啊 就没有人 那就开车吧 你吓死了 我吓死了 我说我就拼命喊 我说有人 有人 结果我跨上车 那个车的台阶都很高 然后那个包太重了 我一口气没憋上来 就整个人往后倒 然后那个压车人 是拽着我的包带 把我拎上去的 结果上去以后 我特别害怕 因为上面全部都是男的 是那种煤矿里 就可能刚工人下班的那种 矿工下班 你说一个单身的女的 然后看到几个 吓呼呼的 对 坐在那边 我就特别紧张 就紧张到那个 就是那个司机 和压车的师傅都看出来了 然后他们也挺好 他们说没事没事的 不要紧 我们是正规的车 然后就把我安排在 压车的师傅旁边 但我一直就拎着心 坐在那边 就一直坐在那边 所以到底有多爱指 这件事情 才让你会去做这样子 非常热爱 就是 你是 就是你是浙江图书馆的 我是浙江图书馆的工作部 修复师 对 那这不是单位 不不不不 是我个人的一个行为 我喜欢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去做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攒假期 然后去做这些 然后我家里对我特别支持 然后他们 您家里是不是也是古籍方面的 我是管二代 我爸爸是图书馆的 我先生的是大学老师 那他对我的 他的年龄也比我大蛮多的 所以他对我特别支持 我想做什么都OK 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 那在之前我接触古籍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有一段时间 就是经常逛街啊 玩啊什么的 然后等到我从事古籍了 那我对籍突然很感兴趣 我说我要去防籍 我要出去 他从来不阻拦 他不跟我一起去 但他从来也不阻拦 然后我在家里 我是从来不交家用的 所有的钱我都用来买 买籍 然后我去外面防纸 你说你现在家里有多少种纸 我家里好多种 我都数不清楚 因为我太多了 就我都没有时间去整理 但你都 我不写 我也是想问这个 对我不会写 为什么喜欢纸 因为我做古籍修复 这个工作对我工作 跟我工作相关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天然的清静感 就看到它以后我就开心 我就刚才我就说 我就觉得中国人 跟中国人发明的东西 有种清静的 摸着这个纸 我们觉得这个就特别中国 然后我对中国传统的老物件 我都有种天然清静感 而且我们说官风旺气 那种气息 然后像我 我上带的就是那种 太野西亚的项链 他们说是2500年前的 那是释迦牟尼时代的 我不知道 但他们跟我说 因为我这个没有去研究 我就是喜欢看到好看 而且你们去看这种老的物件 放在很多时候 它永远都不会过时 甚至有一些 很时尚那种感觉 给你你没有觉得它是落后的 对吧 就它甚至很时尚 很洋气 你到处找纸 都是哪里得到的信息呢 就什么地方有手工 就是有些时候看资料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圈子 然后我先跟他们联系 然后我自己再去 然后这种东西就是 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成几何倍数的爆发 就人家都会来找你 我看了那个国家图书馆 那个张志青 张管长 对对对 张志青管长给你写的那个序 对对对对 他里边提到一个 他说达罗斯战役 是西纸东船的一个 对第一个跳跃 我都没听说过什么 塔罗斯战役 就是唐代后期 唐代后期的时候呢 就是阿拉伯国 对现在阿拉伯国家 在新疆那一带呢 发生了跟唐军发生了一次战役 这次战役呢 是唐军失败的 然后打败了以后呢 他当时有一万多名 将近两万名俘虏 被带到了阿拉伯国家 因为当时的士兵 他都是征集来的嘛 那有很多手工艺者 那么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 这批俘虏当中 有那个会造纸的匠人 但是事实上就是在 这次战役失败以后 阿拉伯国家的 后面一年出现了第一家纸访 第一座手工纸访 对对 就是东纸西船 对东纸西船 丝绸之路还有个名称 你们知不知道 纸张之路 纸张之路 对丝绸之路沿线出涂了 很多纸张 也叫纸张之路 其实因为新疆地区 它比较干燥 它很保存很多东西 然后你可以看到 很多时代不同的手工纸 新疆是很值得已去的 如果没有造纸术 如果没有纸 文明 世界文明根本不是今天这个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呢 我自己那天还恍然意识到 实际还有一点 中国人呢 也是复制技术的先行者 中国的宝贝 中国艺术的这个精粹 有一个特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它的影子 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是用我们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 就是冯承素那个双钩嘛 纸蒙在这里 双钩笔法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复制技术 原迹真迹 大多都没有了 都是复制某本 还好有复制 都是某本 然后呢 中国还有一个什么复制技术啊 就是刻在刻在刻在刻上石 然后踏片 就刻在早木板上 刻在早木板上 然后再在上面踏 一直到最后雕板印刷 这个什么送版书啊 这么说 现代文明有一个特点 其实就是普通人都有权利 古代 古代和现代 我看一个根本的区别 就是普通人开始 对对对 可以知道了 对吧 不是只有上个阶层 那这个就是没有这种印刷术 和复制术 包括纸 就是我就说 现代文明不可能到今天 但是你想想 这是中国 中国非常伟大的工作 这太伟大了 怎么说都不过分的一种 对对对 我一直认为 中国传统的手工业 特别是纸张 一定是有温度 而且它是有生命力的 就是你在跟它接触的时候 它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种物件 你不能跟它之间建立 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和桥梁 你是不能够理解它的 它绝对是有温度 而且可以给你反馈的 这是我觉得我在修复当中 最深切的体验 就每个人他做的纸 就是朱老师做的纸 是朱老师做的纸 换个师傅做的纸 是换个师傅做的 他的情绪 他的技法 他的原材料 有他的自己的特色 那我相信这种纸对他们来说 它也是带有温度 带有生命力的 每个人带有 它自身的一个基因在里面 这种技术上的东西 是非常难以复原的 那到底什么是成心堂纸 因为我们看得少 所以了解也不是特别多 它成心堂纸 当时是李后主 在他们专门造纸的 一个皇家纸访 然后去做出来以后 他非常喜欢 放在它的一个成心堂里面 罗灭70年以后 当时的一个官员叫刘闯 刘闯到南唐后宫遗址里面 成心堂纸就被丢弃在乌角 乌角废墟里面 那么他到那个遗址里面 翻找出了百余章 百余章成心堂纸 翻找出来以后 他一个人觉得 这么好的东西 不能一个人 就送给了欧阳修 然后欧阳修又转正给了梅瑶辰 然后他们分别 他们拿到这么好的纸 就特别激动 分别在上面提诗 就去描述它 去赞美它 去歌颂它 然后因为他们这些文人 对这个纸张的加持以后 他就更加有名了 然后似乎给他 度上了一种很神秘的色彩 您像我因为有的朋友 他是画这个当代水墨 他们现在就找人 就试验各种纸 他们就在研究 说所谓的这个宋朝的 用的这个画画的这个纸 有一种纸 他说实际上关键在于 在纸上还要压一层 对对 涂料之类的 您知道高陵土 高陵土 对是高陵土 就是田料 这种就是加工纸了 不是树子 在唐代的时候 生纸是祭祀 他们不会在生纸上 写字画画 一定是在手纸上加工的 这个手纸跟朱老师 刚才说的塑料纸 不是一回事情 塑料是要经过真主的 对 生纸是就直接抄起来 拿出来就是生纸 就已经知道 然后我们现在手纸 就是凡加凡 对 它不是这样子的 它只要对它 它有额外的加工 就是手纸了 但是那种生纸的话 放了很长很长时间 它会变成手纸 对 它会变成手纸 它反化了 跟空气当中 氧化交叉以后 它会反化 最后还是所谓的 扣在这个白上面 不吸水 不吸水 他们说压上一层高陵土 那是一种什么涂层 就把里面的空隙 您这样想 把里面的空隙给填上了 把纸张里面的空隙给填上了 因为它的墨汁 一定是顺着纸张纤维的结构 去刷了一下走开的 宣纸为什么好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 沙田稻草这种短小纤维 去填补它 因为你把所有的纤维 都想象成一种胶织物 它里面一定有空隙的 那这些空隙怎么办 就是用这种细小的纤维 去填补它 那么高陵土 用更细小的纤维 去填补再小小的纤维 把它变得更绵密 更紧实 这种技术 从什么时候有的 蛮早就有了 比方说敦煌清剑 它是用黄薄染 染了以后 在牙光打蜡牙光做 反复做 就是这样子 其实你像最早的画 其实最早的画 还没有纸的时候 它就也是画在墙上的 对 壁画 对壁画 是吧 我后来想 等于它做出一张纸来 它压上一层土 是吧 那个感觉也有点像 把纸做成了壁 对 其实有一种那种感觉 就它在试纸的过程当中 它不停地在里面 就我们说很神奇 它为什么可以做到 加这么多东西进去 然后达到一种想要的效果 对 可能就不停地在尝试 不停地在尝试 有些是可能造纸人本身的尝试 还有一些是文人或者画家 在自己书写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想象 然后不停地去尝试 他们有些文人画家自己会做纸 对 他们现在我那些朋友 你想我那时候到湖南龙回去房纸 然后专门去它有个年画的田画作坊去看了一下 他们上面就专门涂一层灰 就是石头磨成的灰 那这个石头就是他们那个河边 他们当地河边特有那种石头 打磨成灰刷上去 但我问他这是什么石头 他说也不知道 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 对就地取材 所以它很多纸都是有它的多样性 就我在山西房纸的时候 它有很多厂房非常现代化 它做马纸 然后那个老总非常自豪地跟我说 汪老师你看我们抄纸师傅是安徽请的 被纸师傅四川请的 那原材料外地买的 那你这个纸还是山西马纸吗 我希望看到是原生态 山西的马纸非常有意思 它原生态马纸非常有意思 你看朱老师这里的水槽 它是在地面上面 山西的那个水槽 它是在地下的 就在其他地方我可以站着拍照 在那边我是趴着拍照 它是水槽在地下的 然后旁边两个窝 每个人站在这个窝里 它两个人超纸 打料超纸 再两个人在水槽里面 很好玩 他们能存在是 这东西总是能赚钱 它才能存在 蛮少 它完全凭情怀了 它甚至那时候 两千块钱的帘子都买不起 后来是我一个 民俗博物馆的朋友 他们就是为了支持他 就是给他买了张帘子 然后就他们这些人非常淳朴 当时我这个寻纸书出来以后 就是说但凡加上手工 实物纸的书都是非常昂贵的 就朱老师说的 手工纸文库 一本实物纸要书就五千以上 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能消费 甚至像我们这样专业的人 我买一下我也得想想看 对吧 就我这本书出来以后 我当时跟人美商量的事情就是说 我放食物纸样 但我希望你们价格尽量低一点 然后我会尽一切力量 把这些纸用最低的价格 去跟他们采购过来 结果你知道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 22种纸样 19家纸访 全部送给我 他说汪老师 你只要你出书 你说 只要你第一版的书 所有纸样我们都免费提供 按照你的要求 甚至山西那个老先生 他就真的很好 他跟我说 他说汪老师你要出师 是为了帮我们宣传推广 你要的纸我专门给你做 他你不要急 我专门给你做 做完了我给你寄过来 好感动哦 真的是说多了 我觉得都想哭那种感觉 你刚刚讲我都眼睛红了 我想说这得有多么的那个 他们很淳朴 很善良 就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同理心 就是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高 很高的地方去 拣选他 去评价他 而是要感恩他们 没有他们做纸 我们就没有这么多 纸可以让我们来用 因为他们的坚持 才让我们有机会 用他们的纸去修书 才有让我们更多的选择 但是他们却非常感激我们 他们老是觉得我在帮他们 不是这样子的 是他们给我们好纸 就是情怀啊 对 就是情怀 这个东西 解决不了市场问题 解决不了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解决 当时您知道 那个山西的老先生 就是虽然是个笑话 但我觉得是蛮伤感的笑话 那次房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 就是被扔在半路上那次 我坐的是那种蹦蹦车 就是三个轮子的 我那时候开跟学生开玩笑 我说那次我知道为什么叫蹦蹦车了 是真的 因为他没有避震 然后那边修路路况很差 他一蹦 一震我就在里面蹦 所以叫蹦蹦车 对 蹦蹦车 然后去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我后面看 他叫我姑娘 他说姑娘就你一个人吗 他人家起码一车四个人来总要 怎么怎么你一个人 他你太辛苦了 然后就把我带进去 然后我之前去的时候呢 看过一些资料 然后他那边还是蓄力碾麻 骡子碾麻 然后他那个骡子呢 在有一个视频上面 就是特别油光 毛色 油光 正亮 特别健康的一头 很漂亮的骡子 结果到那边看了以后 我就到处在找骡子 他说姑娘你在看什么 我说我在找那头骡子 它太贵了养不起 卖了 对 那我说你现在碾麻怎么办 他说租骡子 他租一天骡子两百块钱 他说我租两天 就是碾一遍麻 就是一天两百块钱 那么碾两天的麻 他就必须要碾两天的麻 就刚好四百块钱 我说那你刚好啊 四百块钱就可以 碾两天的麻 我说还挺好的 他哪里够啊 他说要六百块钱 我说为什么要六百块钱 他说骡子是从县城租的 骡子从县城走到村子里 走到村子里要半天时间 碾完麻再走到走回县城 要半天时间 那就是又是两百块钱 那我说那你就输三天 他不行 他说要六百块钱 我养不起 就是他六百块钱不够 所以他只能碾一遍嘛 所以他的纸张质量会有影响 这就是他们的困境 对 这就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困境 虽然说起来觉得 大家觉得很好笑 像一个笑话一样 但是你体会一下这笑话背后 其实很心酸 对 就是心酸 心疼他们 真的心疼他们的感觉 什么东西心酸 什么心酸 心酸就是 可以一点窗 有个苍蝇我们很心酸 就把那个苍蝇放出去 苍蝇也很心酸 苍蝇不想待在这儿 不想出去 赶 赶 赶 宝贝出去 那个老师傅他们那边 还有那种 他那个潮水潮它叫海 他打潮 就刚才您试的那个打浆料 他叫打海 然后他们他抄纸之前 打一千下海 那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知道打一千下海 这个数字太大了 他们有打海歌 他们唱歌就跟山歌 就唱边唱边打 不不不他不是这样抄 他就这样打海 就刚才 刚才文涛老师做那个动作 他们叫打海 其实我们叫打潮嘛 打潮 就把浆料打散 他会唱打海歌 那个打海歌 就像山歌对唱一样的 我唱一句 你对一句 你应该介绍给我们 我们去拍 你手耳光 手三四 手五龙 手琴 手踩个衣食的手 你觉得种种这些手工纸 他们的区别 因为原料 是不是只有这么几种 对 竹料 木 木料就是近现代的机器纸 或者现代的纸杖 我们就先不谈它 木浆 我们不谈它 我们就谈 就是麻料 皮料 然后那个藤 现在他们在 就是那个绍兴那边 在恢复 恢复它那种纸张 但我觉得它 还可以再继续努力努力 然后再是竹料 竹料是最多的 然后就是剩下 安徽的混料纸 两种以上的原材料 加在一起 我们认为它是混料纸 宣纸呢 宣纸是混料纸 清痰皮和沙田稻草 痰皮纸吗 你也喜欢加痰皮的纸 加痰皮的纸 好比说 现代人类生活 它选择了一种 纸最大量的纸 比如说复印纸 对吧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复印纸 是因为 它的原料最便宜 还是因为 它综合来看 它是 能够最白 或者最韧 或者什么 就纸 有标准吗 我们说什么纸好 这个问题 就是真的很难回答 他们一直在制定 准备制定 手工纸的生产标准 但因为它 手工纸 它多样化 你很难用一个 统一的标准去界定它 就好比说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 书画 选择了宣纸呢 那么就 也就是说 宣纸是不是经过了 所有的比较 可能 它就是最适合 写字画画的 对 可能 因为我 就是我刚才说了 我不太写字画画 所以我看纸的话 比方说我对宣纸 就没有特别的感情 因为我们修书 很少用到 就是 特别是那种 厚的净皮色皮那种 就很少用到这种 还是为了效果 对 为了效果 为了创作效果 选择不同的 就是按什么用途 来决定它的标准 刚才文涛老师 您不提到那个宣纸吗 到了明清之后 大家这种 比如说纸张的尺寸 开始变大了 有大尺寸的纸张 然后开始用洋好笔 笔也变大了 对 对 对 需要创作那种书体 也是比较大的 苍茫的风格的 那种金石器的东西 它需要呈现这个效果 它只有那种厚的 甚至是升轩 这种轩纸 才能运染出那样的效果 对 如果特别薄的纸 那么我写写小字 是可以的 那么当你大字 去写大笔 大字的时候 那个力道是不一样的 说白了容易破 对 它需要能够hold住和拖住 你那么多的磨和那么大的比例 所以才会越来越厚 或者是说越来越生也好 熟也好 各种 它为了那个效果 你像宋以前 对吧 它在绢上面 或者咱们说的 他们就说画那种特别工笔的画 就是得有这个涂料 对啊 有这涂料 它才能不那么阴呢 对啊 是吧 但是后来你比如说到了明代 它有了徐卫这个大血液 它大血液就需要这个生轩 才能体现 对 它这种大血液的效果 像他们画画什么的 其实也是新现代这些名家 他们那种大齿幅的那种 大血液的画 水墨啊 包括山水啊 它需要那种蕴染的效果 那么也只有生轩 它能够体现这种效果 但是还不能太生 对对对 好的生轩 或者是放一放 所谓刚才我们提到的火气 没有了的呢 呈现出来那个效果 它会比如说 它的层次感啊 它的整体带给你的那个气息啊 会有一点古意 对 像那种咱们刚刚刚轰出来那种纸做 可能画完之后各方面 它那个墨色和颜色 它就是让你觉得很浮躁 对对对 这个词很躁 躁躁躁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纸 它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 如果真是喜欢啊 就是纸的质感本身就是很可亲的 当你特别注意去看纸的时候 你真是觉得 它有一种有感情的这种亲和美 对对 薄有薄的美 厚有厚的美 然后你像竹纸的颜色 泛黄的 或者特别白的颜色 甚至你就说咱们那个皱皱的 是吧 摸上去 这手感好舒服 对 像我们小时候说什么 马分纸 对我都不像马分纸是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纸板里面那种黄黄的那种纸张 就是特操的一种 对特操的 对但是现在呢你要说这小文青 给你写封信 他就觉得写在这边特别复复 写在一个装个信封里 你又觉得这个好美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见的少 就想用一些跟现在我们见不到的东西 没见过手工的东西 他们觉得好好玩 好有意思 好可爱 所以我就说我的问题就是说 不讲用途的话 纸有没有审美标准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我也觉得没有 就看你的叙手 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实 是吧 就脱离用途 说标准都是耍流氓是吧 对对对 我更多的是 我觉得是一种情怀 就每个故事都不一样 每个纸的故事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大家 能够关注他们一种生存状态 而不是单纯关注纸本身 因为只有他们 做纸的这些人 对对对 其实你想就是我就说 我们去乡格里大看东八纸 那边一个东八的小伙子 就是那个东 怎么说呢 他们东八是一个祭司的意思 只有在东八这个地方 用东八纸 让东八在上面写东八的文字 文字 对 才是被能称为真正的东八文 对是这样子的 我之前有本书叫书路修行 他就给我写了书路修行 四个东八文字 然后反正我们谁也看莫懂 他说这就叫书路修行 对对 然后他很好玩 80后的小伙子两米多 因为我个子就很高 到那边我看着我这样看他 两米多 然后你知道 为什么那边他能够照纸 而且能够照好纸 我之前不明白 到那边以后 我才发现为什么道理 水 对水源 太厉害了 因为他们说就是像富阳这边 也是因为水 它的水还要神奇 它的水是乳白色的 为什么是牛奶啊 不 碳酸 碳酸 哦 石灰水 对就石灰水 因为它那边的山 那个它有个山叫白水台 白水台 它那个山就是白颜色的 它就分解出来的水 就是乳白色的 然后它那边的水 造纸特别好 它的去酸 对去酸 然后它自然就带有弱碱性啊 这个纸张 弱碱性 所有东西都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它山上又刚好有这种植物 它刚好砍下来 然后你知道当时为了欢迎我们 他去把他们村里面 所有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 羊皮袄 跑出来给我们跳舞 晚上 没有篝火 但是有月光 然后他们年纪大的 就把自己的纺车搬出来 在下面唱歌 那个声音特别清亮 就很感动很感动 就我待会手机有个视频 就是你就当时跟他们去感觉到 你就一种最原生态 最奔放的一些状态 然后它照出来的纸 就是非常原生态 就很多东西它学不来或者偷不走啊 就像是安徽进县做宣纸 贵州的茅台酒 它就是因为没有那个水 甚至或者说没有那个天气 或者说没有一些原材料 就是你配方一样没用 它一定要在本土上才是有它生命力的 那我顺便就给大家讲一下新疆的故事 可好玩了 新疆墨浴县桑匹斯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我2017年暑假 我下定决心我要到新疆去 当时说到最热闹的时候 基本上有八个人的一个小团队要去 到结果零要去的时候 我一直等他们 我机票没买一直等他们 然后这个也不行 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 对 我当时想瞒着我家里人 想瞒着我家里人 自己一个人偷偷去的 然后后来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还有人要跟我一起去新疆吗 结果我一个小学同学找到我 他说他可不可以去 我说可以啊可以啊 我都好开心啊 到现在为止 我父亲依然认为 我到新疆是五六个人的小团队一起去的 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我爸经常让我拍大家的合影 新疆地大物博 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给你合影去 最后我们在那个 就是库车 库车这个地方准备坐火车之间 我们有一个有时间 我们到一个 就是唐玄藏身座奖金的一个地方 一个遗址去考察的时候 碰到两个宁波的女孩子 加一个日本人加一个德国人 然后他们说大家聊天聊得很好 然后他们那个日本人 而且德国人就提出来我们合影 然后我好开心 合了一张银以后 凑足了人交给我父亲 我爸 我父亲说怎么还有老外啊 这是一般女儿跟男朋友偷偷旅游的时候的手段 是吗 给家里交代的手段 对 但是我先生完全get不到这些点 完全get不到这些点 您是哪个人呢 中生就在杭州 长大也在杭州 其实我在我20多岁 将近30岁之前是很少跑出去的 那就是从小上学都在家边上 对对全部在家边上 对我跟你说都说江南女子啊 柔美啊 我没有 可是我见了几个江南女子 我觉得怎么都是挺阳刚的 就是都是那种冲冲打打的都是 上海女生没有温柔啊 那就怎么温柔的我都吸引不到呢 不是上海女生不是走温柔路线吧 说点啊什么 我一个都没碰到 会有会有 我知道一个女生 但是她说话确实很点 真的很点 就是我听我一个女生听的 她都会我都会骨头都酥掉的 真的真的 好想保护她那种感觉 好想保护她那种感觉 她说好喜欢 好喜欢 好喜欢 说话好 那个她叫我姐 她叫我姐 她怎么叫的 姐 然后就这么说 就有很多尾音的 对有尾音的 我学不来学不来 那我觉得台湾的女生 其实也是很温柔的 台湾男生都会说话很温柔 很温柔 我们就鼻腔共鸣多了一点 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 我害你 回去的时候听不懂 她们讲啥 或者您更喜欢哪一种呢 她都喜欢 都喜欢 都是一种 我都喜欢 来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好喜欢 好喜欢 这才太多 好喜欢 就跟福建人说看灰机 看灰机 花灰 好喜欢 我就问他老师 比较逗 那个顾名在后面 胸出来 再来一个 来一个 好喜欢 对 你到这黑一地方了解了 是吧 哎呀 我好喜欢 好喜欢 待会去我们单位的话 你们会觉得我们在那边工作很幸福 是吧 面糊 太幸福了 对 又有湖 有山 有山 有灵气 有山 有水 然后在1906年的老建筑物里面修 说是谁 是一种什么体验 一定很冷 对 阴冷 太冷了 我这四年最大的怕的就是杭州这个冷 杭州是阴冷的 特别是老建筑里这个冷 冷的我呀 暖也暖不过来 我到了三月份还要开暖风机穿着棉裤 然后他们就会说 你怎么一个北方人还这么怕冷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北方有什么误解 他们觉得北方人不怕 北方是暖 至少都会有暖气 吃正宫的 那时候我北京的老师 老师说你这里冷不冷 我冷死了 他说我穿着短袖在吃冰棍呢 我说你气我吧 对北方是可以的 我知道这个杭州口音 你看他说冷啊 他发音靠前 冷死了 冷死了 他说嘴边不用力 那你怎么说 北方怎么说 冷死了 冷死了 冷死了